那我们在第一次上个礼拜有讲过就是那个2D的这些相关功能 那如果说我今天要进射当然你也可以利用这个2D的 不过2D有个缺点就是说你必须要把它切换到哪个视角呢 你要从你要上面看下去 上面看下去OK 那下面可不可以呢 其实也可以啊 那左边可不可以呢 左边其实也可以啊 只是说我多一个啊 那你们左右也可以 所以一般我先把它切到上四角 习惯就上四角 为什么 因为上四角就跟2D一样 X Y 所以如果你要画2D的话 你可以切到上四角 那如果说我今天要把它做进射很简单 进射一下 然后选物件就选这两个 那记得用虚线了碰到就算 按个空白键 表示你已经选到了 选到之后呢 他会问你说你的进射低一点 那就是找上面那个方块 那现在是变成什么 变举形嘛 对不对 然后点第一点拉过来 然后再点第二点拉水平就可以了 那如果急坐标的话呢 有虚线表示它是正方向 OK 再点一下 最后呢 按一个空白键就好 是否删除来源 那不要 OK 好 那最后的话呢 还要再把它转回东南等角 OK 那你看一下你的UCS 如果有跑掉的话 请你再按一个这个世界的UCS 如果没有跑掉 那就不用按没关系 不会有的时候 为了保险 最好还是按一下 你会发现2D的进射 有个缺点 就是它转来转去 但还是OK 可是要转 那如果说我今天不想转 我今天希望直接就是3D 3D就用3D的进射的话 那做法上有什么不一样呢 我们来看一下 第一个 我把这个先删掉 这两个先删掉 选到之后 空白 把它delete掉 OK 那如果说我今天要把这一个 不需要翻来转去的话 也可以达到进射的结果呢 其实可以在修改里面的什么呢 3D作业 里面也叫3D